我这边呢就重新加载加素材 当然在做这个效果的时候 不用这个绿屏呢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没有绿屏做的效果那么好 你可以用最后一斤的照片去做这个说法 但是绿屏的话呢 它会有更多的动作给我们展示出来 这边我再导入一下之前课程中用过的一些 空的这个镜头 我们在前边 我们可以把素材呢拖动到你的合成中 这边我就先在一个1080p的合成确定 放入我的空镜头 那这个位置大小我们右键通过时间变换 这边调整一下 比如你有一个空镜头之后 我再去放入我的这个人物 当然我这边拍摄的这个分辨率还是高了一点 然后我这边稍微的变换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想效果更好的话 这边可以随时去调整 选择你需要的部分将它显示出来 然后移动一下 比如我就需要这么大的一个部分 我们这边先简单的扣取一下 这边我搜索一下key也就是keylight 这边加到我的视频上吸取一下绿色 你可以瞬间得到这样的一个扣取的效果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已经非常有趣了 那这边声音先关一下 人物已经在这个背景上了 但是因为细节方面需要呢 我们二次去调整 然后人物本身没有怎么动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 在这个蒙版中 通过组合蒙版 把这些噪点简单处理一下 修剪一下黑白 得到一个干净的蒙版 这边回到最终结果 如果边缘有一些这个颜色 或者是这些溢出颜色的话 我们对这个边缘可以简单的调一下 收缩一点 所以怎么样扣呢 都是很灵活的 自己呢尝试不同的方式 我这样子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扣取 当然你如果拍摄 前期拍摄好的话 就不像我这样子拍摄的 这个地方呢 留下了一些小的瑕疵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绿幕的话 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实拍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我们加一个扣换的背景看一下 那这边你就定位到 你需要扣取的这一针 比如说人物这个时候 按一下手表的一瞬间 或者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 我们往前找一下这个动作 比如按下的这个瞬间 你可以把你的画面 这边我们给它拆分一下 通过编辑 这边可以拆分图层 那我后边就可以用这个 比较传统的方式 那比如说你不是实拍的话 你就能说用钢笔工具 抠一下人物的轮廓 好的这边我们就不对这个背景 做过多的调整了 我们选中两个图层 进入重点 这边比如说人物从这个地方开始缩放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那你从这一边开始 它就后边不再运动了 那如果说你是绿屏的话 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就需要在这边右键 把它时间冻结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图片 那我们这边就开始 选中你上方的图层 这边我们按一下S键 打开缩放 然后移动一段时间 让它变成零 注意缩放的时候 手一定要确定好中心点 我们缩放的中心点 是让它从中心往下 而不是这边不要移动图层 选择中心点工具 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缩放 它现在中心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它移动到下边 靠下一点 那我们缩放的手 就是基于这个点 移动一段时间 开始去缩放 这样子缩小 实现你要的效果 我们先改成零 看一下是否够用 前面我们稍后去处理 这边先暂时放在这边 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缩小的效果 这个层暂时隐藏一下 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 有了这个效果之后 你可以开启一下运动模糊 在图层上也开启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常烈的运动的变化 那我们这个图形呢 可以选中 关键帧选中 进入到图表 这边可以在它的地方 用速度图表 首先我们来点击这个缩放 在缓动的地方 加一点缓入 我们在后边的这个帧上面 你可以拉一下让它的速度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调整 看起来就像突然间缩小一样 这是一个初步的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呢 再加一些这种影子跟随上去 所以这个槽我们先重命名一下 避免出现混乱 这个是人物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绿屏前半段 基本上这个呢 锁定不做修改了 我们从人物这一层开始进行控制 我们将人物层复制一下 Ctrl D或者Cmd D 这个呢我们叫做1 便于区分我们叫做1 然后这个时候展开这个图层的属性 选中按下U键 你要做影子的话 缩放就不需要了 暂时关掉 然后因为它还是静止的状态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缩放是100% 这边我们让它的这个模式 修改一下 我们改成屏幕 那你的这个影子就先亮起来了 亮起来之后我们再强化一下 这边可以进入到效果预示 我们搜索一下曲线 加在我们第一个图层上 这边我们就适当的去调整 让它出现这种特别亮的这种感觉 你可以隐藏一下初始的中午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特别的亮 那这边 因为你是屏幕模式 所以会有这种半透明的显示 然后这边变亮之后 如果觉得过高的话 再加一点着色 让它颜色稍微的淡化一点 那这个官方对这个中文化呢 这边我不清楚它翻译成什么 我在这边找一下 这个叫色调 稍微的减低一点 不能彻底变成黑白了 50% 稍微的恢复一些色调 通过这样的一个混合 你的第一层就亮起来了 然后在收放的时候 有了第一层放在上边 我们需要再加一点细节 那这个是一个边缘 然后我们给它按下T键 打开不透明度 那设置一下它的动画 随着人物的缩小消失 那么这个地方也要消失 选中涂藏 我们直接通过动画 冠真辅助 让它缓动一下 基本上连贯性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强化一下这个图形 我们把这个低层复制一下 Ctrl D或者Cmd 这边重命名一下 这个是1-边缘强化 我们在它的效果上呢 什么都不用动 然后直接呢 再去加一个查找边缘 通过查找边缘 强化一下这个层 你会看到会出现 像卡通一样的边缘 我们将它反向一下 你会得到更亮的一个 边缘的强化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 之前和之后 这个力量不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继续强化其他的细节 那我们这边选中人物层 复制一下 放在上边 可以重命名叫做2 这边我们在它的缩放的时候 比如缩放一阶段之后 把它的这个位置 采减一点 所以它不在一起出现 我们这边再采一点 那这一段呢 选中大家一下U键 我们把关键帧给它删掉 缩放的关键帧这边 稍微往前点 我们直接将它删掉 所以你采减了一段 删掉了它的关键帧 大概我们看到是85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需要呢 再把效果给它粘到这个层上 因为这个层上没有任何效果 我们在之前做的图层一上 把这个曲线和色调选中 编辑复制 回到图层二 编辑粘贴 给它也加上这个量的这些效果 那这个图层和模式 你也改成屏幕 这样子你就有了第二份 可以看到吗 第二份的这个效果 那同样的办法 我们这边移动 再做个第三份 那你这边继续复制你的人物层 放在上边 重命名叫做3 那这边3的话 裁剪一下 按下U键 删掉收放的关键帧 选中这个层 粘贴一下效果 图层模式改成屏幕 因为本身这个图层 我们都属性都一样 所以复制过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缩小的变化 然后这两个图层的不透明度 通过第一个图层的T 按一下 打开不透明度 选中复制一下 然后第二个图层 按下T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 在这边 然后我们粘贴一下 关键帧就有了 那我们第三个图层也是选中它 按下T 连贴一下 这样子 我们的基础的 锁帧的动画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 这个闪光的元素进去 所以我们刚才做了三个副本 闪光的话 继续用这个人物去做副本 Ctrl D 或者Cmdd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做一些 模糊 模糊光之类的效果 这边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层的位置 你可以在它这个位置开始 在第二个动画的时候开始 那我们可以选中它 按一下U键 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需要缩放的 这个层的 人物层就直接去闪 所以不需要缩放的关键帧 本身这个层也没有任何效果 我们把之前 这些曲线色调 材料边缘都选中 把它复制一下 回到我们这个光的这一层 把它粘贴进来 这一层的话你可以射掉 加大一点 那可能看到还不算明显 然后我们来加一个CC效果 CC快速模糊 然后我们人物在什么地方 去按这个锁表 你就定义到这个地方 比如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作为它的中心点 这边的数量加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 如果加到很大就出现了 我们加一个85看一下 当然这个图层呢 也是需要呢 把这个组合模式改成屏幕 要不然就会出现这个边缘 这样我们要这个层 单独看一下 这个层是这样的一个光源 这个是通过我们这个效果 做出来这样一个光源 所以这个层呢 我们就给它设一个 85 暂时设置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显示一下 那么在后边 选中它 按一下U键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键帧 这边开启一下数量的关键帧 重新按一下U键 显示一下 可以看到数量的关键帧 那我们在这个画面上 让它缩小之后 产生数量的变化 数量从85变少 我们加到15 当然如果我们是绿屏扣的话 那你这个背景就更灵活了 那么人物如果说 在缩小之后 你可以让它缩小到 一部分的大小 留出一点点 这个一点点的时候 我们的人物呢 还可以继续维持一些运动 然后你可以反方向 再让它缩回去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 更多的一个灵活性 这个就是绿屏带来的好处 如果没有绿屏的话 后边就没有办法 更好的去做这些衔接了 比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人物还可以继续做各种运动 甚至是在小屏幕上 做一些跳舞 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你可以再去尝试做一些 其他创意的镜头 让这个小的人物 比如说在这个建筑上 做一些奔跑 或者是在这个 某些椅子上 物体上 做一些跳跃性的动作 之后呢 再做一下相同的动作 让它缩放回去 回到大的状态 这都是我们看到绿屏的 带来的一些便捷性 马虎 伯-旅股蛋